记者红素金台北报道李英红 姚吉会演出一对三合行销提供导演王明台 李英红和姚吉会参 卓剧场《走过爱的蛮荒》在成品南西店举办的座会 两位演员在谈到演戏准备时 李英红笑说 当看到姚吉会时 对她的感觉是很有母爱 而姚吉对李英红感受是照顾人的大哥哥 导演王明台 称赞是导演没人婆 看中两位的CP感 把两人凑成有爱的一对 李英红姚吉会和导演出席戏剧作会 图三合行销提供 但这并不是导演预想中的和导演说 我找英红试了几场戏 试到一半疫情了只好中断 两人在培养CP感时 透过百百老师的重训练 有一训练是分手前的凝视 两人爱到深 无法不分手 那种感伤渲染了整个教室 傅导镜 现场大哭 白白问她怎么了 傅导还气不成声 搞两个男女主角像罪人 还要安慰傅导 李英红音拍戏想到小时候的自己 图三合行销提供导演 希望能在不同的类型质感下 培养新人是她最 的前提 而走过爱的蛮荒追求的是自然感 智力抹掉影视工业的痕迹 至于李英红 我们希望保 她特有的节奏感 在戏里刚好呈现她跟姚吉慧 色之间的差距 其实更好呈现她的哀伤与挣扎 及姚吉慧对这场爱的无可奈何 剧中描述亲子戏 李英红说 从小身边有些朋友没有家长陪伴 至家长把他们推得远远的 我拍这戏时会想到 时候的事 想到自己家里有时候也会要求严格 上我自己莫名罹患的恐慌症 就刚好把角色连起来 姚吉慧感动戏剧可以给很多人回 图三行销提供姚吉慧日前才去高师大 高雄文学馆讲 面对400位未来是老师的听众 竟然有人听得哭 她自己感动万分 没想到一部好戏的力量可以 么大 我自己没想到可以带给老师什么 但他们 我的回更多 说着自己的故事都哭了 这种陈感很像剧中的我 我感到很激动 我感到很激动